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12月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政院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vi 我是Irene 我看到美股昨晚 有点留意着通胀数据 持续降温 美股星期四是个别发展 导致急升了超过500点 幸之夜期未升4点 稍后问Ravi如何看 最新的数据 市场反应是否都继续亢奋 但港股又受不受惠 大家知道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名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股是个别发展 10月份美国PCE指标 显示通胀符合预期 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降温 投资者憧憬利率见顶 导致高开之后抽赏 美市曾经升540点 高位健35,970点 创今年新高 导致收市升520点 收报35,950点 职优股Salesforce和联合健康 贡献了导致260点的升幅 大型科技股售额拖累纳指跌0.2% 收报14,226点 标指升大约0.4% 标指4,567点 标指11月累积升8.9% 创2022年7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 欧洲CPIA按月大幅下跌 市场炒欧洲会减息 欧元曾经跌了0.8% 而英镑都一度跌了0.7% 令到美匯指数回稳 曾经升0.8% 美债息回升 10年期债息从上4.3%来的水平 另外 OPEC加会议之后同意进一步减产 油价先升后跌超过2% 个别焦点美股方面 Tesla公布新车Cyber Truck 发布后 股价曾经跌了3% 收市跌1.8% Meta和Google跌超过1% 苹果未升0.3% 中概股和ADR表现 腾讯ADR自算布325.11 比本港收市价低0.6% 而美团跌0.2% 阿里巴巴和网易比港股 升0.5%至0.6% 而拼多多在收市市值 终于超过了阿里 汇丰控股ADR自算布60.04% 比本港收市价升超过1% 港交所和邮邦跌了0.2%至0.3% 接下来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先看看美股的导致期货的情况 昨晚导致急升了500多点 今日的期货都很轻轻靠运 今早上9点左右 太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日股升了0.1%左右 有点平均指数33530点 升43点 南韩市跌了1% 澳洲跌了0.5% 新西兰市轻轻升了7点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可能对市况的指示性都不太弹 一个黑期现在就变得不太多 升一点都不够 先和Rafi聊聊昨晚外围的消息 因为大家看着通胀数据 其实欧美公布了 都看到通胀回落 齐齐憧憬的减息 大家最关注的是美国 核心PCE的数据 因为联储局作为一个重点的通胀指标 核心PCE按年升幅 就由9月份3.7% 就放慢到3.5% 按月升幅放慢到0.2% 就符合市场预期 可否说进一步强化了市场 对于利率见顶 甚至明年提早减息的预期呢 但是同一时间要说 因为联储的官员 似乎态度仍然强硬 例如三盘子联储行长戴利就说 利率处于可控制通胀的 是非常好的位置 他直言当局是没有考虑减息 现在只有必要的时候再次加息 以及结束加息两个选项 就好像很强硬 另外纽约联储银行长John Williams 预计PC的升幅都会持续放慢 反映紧缩货币政策 债息升等等的影响 但他都相信政策会维持紧缩一段时间 那些通胀数据出来 大家继续说对我们的预期就对了 但是联储的官员可能怕大家太兴奋 出来说不要这么快去想减息 现在都只是在想 究竟我是继续加还是不加 没错 你应该自己怎样看呢 其实先说一些处局官员的说法 或者方向 我觉得都和以往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说的话 当然要看本身那个人是叫做比较英 英 这是第一点 而以来他们很多时候说的话 就算他英的时间 他本身是英也好 或者他本身是夹也好 都会因应那段时间市场的看法 是有些调节的 譬如像你说的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市场是挺夹的 一来美股弹得这么厉害的主因 其实离不开 就是过去这一个多月 那个美债债息倒得很厉害 10年期债息 由大概5厘到4.2厘多都见过 4.2厘多都见过 所以想得这么厉害的时间 就是大家这段时间开始 觉得会减息 夏令会减息3次、4次 或者最早3月份会减息 是比较夹的 所以当市场摆到这么极端的时间 你看到很多次的处国官员出来的说法 就真的想让大家摆在中间一点 所以就会调整一点 就是有个例子 你可以管理大家的预期也好 出口数 平衡回市场也好 就是没必要太极端 所以有时候会这样 所以这个过去也是这样的 我想就不是太意外的一件事 但是当然了 你看到昨天很有趣的就是 数据出来没错 那个PC是在下降的 无论大数和核心方面都在下降 是 基本上下降的幅度 比如核心和预期一样 大数比预期更多 甚至环比上说是没有增长 其实整件事是明显的趋势在下降的 这个是支持到 就是不需要再加息 或者下年真的有机会可能减息这个情况 因为可能过去真的加得太过浓了 或者这么说 但是最主要一点要看就是 究竟现在大家 因为刚才说的就是大家猜下年可能减三次 四次 或者最早是三月份去减 那究竟出来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下年可能是要减的 但每种只减一两次 或者是要到年终打后才减 这个一路讲讲讲讲到不止 这个是最大的变数 就是时间点和减的幅度 这个是最大的变数 因为减期大家就预了 因为应该有机会真的加得太过浓 就是要收回正一点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昨晚我得意一点就是 反而数据出完呢 其实你见到美债债息是抽回上去的 美金是弹回上去的 但是反而美股的旧升 就是和以往是不同的 以往来说就是三者是少少不 就是调回来的嘛 譬如过去这一阵 你见到美股这么强 反而主要是因为炒美债息下来的 美金药 现在反而昨晚是同步的 我想最主要一点就是 因为有点修正了 因为昨晚出了数据 之前那两晚呢 留意到一点也很特别就是 早那两晚其实债息仍是倒下的 但是那两晚的美股就没有根性的 反而是纳着纳着纳着的 所以有点就是这几天是有些不同的一个情况 纳着纳着等PC 是的有机会是这样的 所以昨晚反而是反而夹回来的 因为其实过去这段时间真的跌得挺急的 正常说可能五厘落到四厘二几 就是短短一个月多些 下跌了七八十点下来 其实是挺夸张的一件事 所以我想修正了一点是合理的 所以我想你说美股来说 当然昨晚导致就很强 又破顶又等等 就是这个走势来说 比自己预期还要强的 因为过去都说 虽然美股是有条件上回来 但是也没有预期过去再破老顶 也挺急的 其实升得挺夸张 是 十一月真的很厉害 是的 没错 这一个月是修复得很厉害的 但是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我也是那句 我觉得走势当然是强的 不要突然说很淡 但是我想转直迫性 就是短期来说 这一刻的直迫率 始终我觉得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正常说就是 你不知道市场如何反映 比如这几晚那样 说以往看债息 看美金和美股的关系 过去这几晚是乱了的 那这个很难说 就是可能突然下个星期 就算责息继续下跌也好 可能美股不跟上升也可以 就是这个第一点 不知道 而我想升到这些位置 无论你计算指数好 过股好 其实都应该足够了 就是我想年底这件事 在美股身上 还有没有需要去到 Vinor Dressing 也好 或者追上这个月 就是和你玩到十月尾 也好 我想这个机会算是不太需要 就是港贵可能会需要 但是美股真的不太需要 所以我想也有机会去到这些位置 有慢慢可能 一些基金都会收下路 或者提早收下路也不出奇 所以如果从这些位置去说 再拼下去 我觉得这个水位就可能未必提多 而且至少刚才也说 有一个变数 就是要看下年 究竟减息的情况 和现在大家在市场猜 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变数就是 看着未来十月中的议息会 这个是比较关键 而以来就看看之后的数据 或者大家怎样看经济 所以如果一旦 假设这些事件慢慢出来 是令到市场 现在这么假的看法 是真的好像主角股人 或者是放回去中间一点 其实市场是会有些修正的 就是毕竟是升得挺急的 所以这些位置去拼下去 我觉得就不是太建议的 但是你说 本身你拿着货 有货 那当然了 就是你ok的 这些就看高一点 或者你灵活一点 食客会 那当然没问题了 但是我只不过就是 现在才想入场那批 我觉得就可能要小心一点 就是高位 总也会有个可能反复的空间 是 Rafi也预先回答了 我本身也想进一步追问 12月美股的私房 那的确是的 即是11月 如果你看回升幅是很多的 是 三大指数 11月都创了去年7月以来 最大的单月表现 道指累積升了8.9% 扭转了过去三个月的跌势 标指都升了8.9% 纳指更加急升了 整次超过一升 港股你这就好了 是的 港股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我们也不要奢望这么强 没错 一半都好 刚才听到Rafi说 12月大家可能就相对审慎 一些 如果有赚的 当然想着想 需要不需要少少 即逐步吃虾 吃虾 但是就追 直播空间就有限一点 港股的直播空间大不大呢 我先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简单总结一下 等一下就问Rafi 怎样看港股的部署 港股昨天11月 最后一个交易日 一度再创今年的底 之后就回升重上回到1.7% 恒指低开8点 就是早段向下 曾经跌了130点 都会见16,863点 之后市况回稳回 恒指反弹49点 收报17,042点 MSCI换马收市之后 大市成交有1391亿 科指跌了0.3% 报3899点 腾讯升3% 大领升市 BiliBili业绩之后下挫近1.1% 部分教育股受到追捧 光证教育升近1.2倍 思考教育升四成 看看北水盘路 港股在年内低位徘徊 北水就开始都有趁机吸纳 全日录得17.2万万的淨流入 各股方面 以盈富基金吸资最多 6.8亿6千万的淨流入 美团和快手分别 吸资7亿6千万和1亿3千万 淨流出方面 腾讯和药名生物分别走资2亿8千万和2亿5千万 我必须要问一下港股 昨天也是叫破底 然后回升了 究竟是见了今年低位未呢 虽然只剩下一个月 也有很多未知之数 究竟12月份的市况有没有气息 以及现在是否捞底博反弹的时机 是 刚才说美股比自己预期强 港股掉下来还比自己预期强 没错 之前也说的未必能升得起 应该再碰下 未必再穿或者其他 但是昨天也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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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虽然不多 但是起码比10月份的低位 也再穿多十多点下来 都是那句 都是比预期中更弱 你刚才问港股有没有直播性 看位来说其实直播性也很大 因为真的很低 但是问题就是 只不过是否这一刻可以上去 或者是否买完就很放心那种 如果这件事来计算 就会差一点 其实说真的 你看到过去这段时间 美股又这么强 债息又下了 理论上以往也起码跟一点 但是 要怎样都追下落后 怎样都不是很肯跟 还有另外过去也说过 就是人民币也是强 最近还是在7.1这些位置 其实比起7.3楼上也强很多 但是也是对港股没有一个正面帮助 不要说港股 A股也是 其实过去11月 环球股市来说 其实A股和港股是做得更差的 港股其实相当好一点 不需要跌的 不是冷静 A股跌得更多 如果这样说的话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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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